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感觉比其他人更不同 据统计北韩每四个人就为一人有手机 低头族的文明病在平壤也开始蔓延 而金正恩更打算做北韩邓小平 强推中国式经济改革 媒体观察到金正恩在契合决议中 社会主义经济一词就提了56次 法新社报道更发现如今平壤工厂 只要达到政府供需配额就能发展私经济 未来政府更可能推动农地私有化 即使领导人大走资改路线 在北韩仍是不能说的秘密 但金正恩拓展裁员可说是话招百出 游客脱掉鞋子卷起裤管 北韩旅行社推出的农家乐体验 两人同行六天五夜 一人就要价三万四台币 还有每年四月在平壤举办的 国际马拉松比赛 同样抢供外国游客荷包 更别说国际制裁 怎么挡也挡不完的黑经济 据总计北韩黑市七年来成长超过一倍 如今再走修正主义路线 合法非法通通来 北韩经济在夹缝中起飞 不是不可能 三日新闻上的报道